作词 李宗盛 一个人在海边 全体苦逛逛 这脚丫踩在沙滩上 总是幻想海岸的尽头 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一位勇敢的随手 是真正的懒恶 总是一副 若不清风老宗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 总是听见老铁说 他说放一轴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放一轴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谢谢永几姐 那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 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 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习 说着眼波有种的话 带着悲伤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隙 总是靠一点酒精来麻醉 才能够睡去 在半睡半醒之间 放不如听见随手说 他说放一轴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放一轴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写秋月 写一诗 写一诗 写一诗秘密寻不到活着的证据 都市的本有落太阴 猜不出足迹 高脚不值得问待人 不知道珍惜 那一片被文明 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 只有远离人群 才能找回我自己 在带着鲜美的空气中 自由的呼吸 耳边又转来起低声 和水手的笑语 永远都在内心的最深处 听见随手说 他说风雨中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他说风雨中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电筒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擦干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